我后来意识到我自己有点问题 就是我好像一直不敢在人群当中去讲话 然后也不敢去表现 有次在报纸上面看到这个叫做社交恐惧症 这样的人他不敢当领导者 对自己缺乏信心 那时候我们办公室来了一个新的主管 他一来就说张昌平你上来当组长 那我就跟他讲不行我不敢我也不要 抗拒了很久 可是我太太就会鼓励我说你需要改变 主管又一直鼓励很久 后来就说好吧我试试看好了 我的个性就是很害怕跟人家call meeting 然后站起来讲话 或者去指派人家做事情 压力开始累积起来 我就吃不下 然后也睡不着 三个月下来我体重瘦了15公斤 那个苦在心里头没有办法讲出来 回到家里头就是躲在自己觉得安全的角落里头 整天想的就是我想要自杀 跟家人的关系也变得很不好 我会常常因为一些孩子犯的小错 变成很残暴很恐怖的人 会拿那种电缆线去打我孩子 一打下去就淤血 其实他们那时候都蛮怕我 把我当做好像魔鬼一样 然后我跟我妻子常常就会发生很多的口角 那我就发怒 然后起来摔东西 还想要动手打人 我也觉得其实我有问题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就说去教会啊 后来他们就说那个礼拜天的时候 特别邀请一个讲员 分享他信主的过程跟经历 那蛮神奇的 我那天进到教会之后 他就开始分享他以前的 在当黑道的过程里头 他是多么的不堪 可是后来像他这样的人 竟然也能够成为牧师 最后他就唱一首歌叫做 盛小梅的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那时候听了他的故事跟见证之后 唱起那个歌的时候 我眼泪就开始流 以前大概就是 不知道自己在别人的形象里头是什么 很害怕别人的眼光跟指指点点 可是在那一次里头 那个眼泪越流越大 越流越大 变成很大声的哭泣 甚至哭倒在地上 心里头有很大的平安在里头 某部分那种很大的压力就不见了 结果每次去教会听到诗歌 我就是开始哭 哭了三个月之后 觉得既然我可以从基督教这边 好像领受到恩典 我觉得他真的有点力量 然后说好吧 那我就受洗 受洗之后就慢慢找回来 好像神当初创造我的那个样子 把我身上那种冷漠啊 麻木啊 这一层一层的剥掉了 然后就家里头就会每一周都会有聚会 然后就有很多人 然后我很乐意去接待这些朋友 到我们家里头来 我在有一次的聚会里头 我听到牧师分享说 你如果要到祭坛跟神献礼物的时候 你想到有人跟你怀愿 就是跟你生气的时候 你这时候不要献礼物 你先去跟这个人和好 再来献礼物 后来就跟我太太说 那我要回家跟我孩子道歉 我就跟我孩子分享说 因为我以前自己的问题 我用很错误的方式对待他们 我很抱歉 然后我就跟我孩子就抱着头哭 还好我的孩子他们都很善良 他很愿意原谅我 所以后来我们的关系就变得很好 在西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 人非有幸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 必须信有神 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改变的起点就是 你要相信神是有能力的 而且他愿意帮助你 你到神的面前来 你必须信有这个神 而且相信他愿意赏赐那寻求他的人 给他一次 你不信有得神的愿意赏赐那寻求他人